正式打破沉默 投退后 猪鹏熟度发生 宣布最新决定 球迷退一位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民流球 我是小民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烦恼各位喜欢CV的提名 给小民的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CV的最新情况 大家都知道目前CV几乎C正在如火如火的进行中 可以说目前来说 整个CV几乎C是非常精彩 目前已经打进了四强 就在之前的比赛中 四强战正式结束 刘宁对战广东 广沙对战上海 最终刘宁和广沙会是决赛 作为上个赛季的未免冠军广队 在本赛季比较遗憾的输球了 也是无缘决赛 输球之后呢 作为球迷人说也比较遗憾吧 因为本赛季广队确实遭遇了很多困难 几个主力球员是接连受伤 也是遭就了本赛季广队无法获得冠军 随着广东队投赛之后呢 作为队长的猪鹏也是首度发声 也是正式的打破柴默 他也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发布了一个动态 我们通过图中可以看一下 他也是感谢了所有的人 也是说明了自己的身体状况 没有什么大碍了 也是希望能够期待来年再战 通过猪鹏的摊牌也可以看出呢 他也是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呢 也是感谢了所有的人 也是希望能够在下个赛季呢 再次的向冠军发起冲击 对于猪鹏的表态啊 虽然说球迷比较异味 但是呢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因为作为队长 他也是首度发声 也是表态自己的一个态度 也是对所有的工作人员 所有的球迷 包括自己的家人表示了感谢 一年来确实非常不容易 我们确实应该给猪鹏点一个赞 作为队长 作为老大哥 他也是在坚持的最后一刻 也是战斗的最后一刻 虽然说受伤了 但是呢 猪鹏却一直在为球队啊 做贡献 我们日期呢 下个赛季呢 猪鹏能够往着归来 再次的水灵国防队啊 冲击总冠军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下期的聊 下期赞 薄用车ess行的 下期赞 薄用车子 下期赞 薄用车子